娱乐中心综合报道里加薪把脚趾塞进星野鼻的经典画面让人难忘 图翻设自微博别看电影 星外表光鲜亮丽 其实拍戏过程的心酸 却少有 知道有时只是短短几秒钟的一幕 却让演员们内心饱受煎熬 1992年王晶指导的陆鼎记上映 在当可说是轰动一时 除了剧情幽默风趣之外 演员荣更是星光翼翼 包括周星驰 林青霞 李嘉欣 袁 邢 邱书珍 陈德荣等大抗云集 其中有一幕经典 面至今让人难忘 那就是李嘉欣把脚趾塞进星 鼻孔 说起这画面的幕后秘心 在拍摄过程中 王为了达到更好的喜剧效果 设计了一段有味道 戏 他对周星驰说 我想让有最美港姐支撑的李 鑫 把脚趾塞进你的鼻孔里 你愿意吗 周星驰驰 了一下 反问道 你确定是李嘉欣自己的脚吗 周驰以为会用替身 王精斩钉截铁的回答 绝对是 放心 不会让你吃亏 大导演王精与星也周星驰 前层有密切的合作 图翻设字微博李嘉欣听说 一开始觉得有点过分 但又不过王精和周星驰 轮番劝导 最终同意了拍摄 为了让这场戏更加美 李嘉欣特意剪掉了全部脚趾甲 联系了三遍 开拍时周星驰很绅士的对李嘉欣说 我的鼻孔得干干净净 你不要嫌弃哦 李嘉欣也很不好意 地回答 我不会嫌弃的 我的脚也洗了三遍了 不 有味道的 两人来来回回磨合半天 拍了很多次 于拍出了这一经典镜头 王精对周星驰和李嘉的敬业精神 大家赞赏 他表示 周星驰是我40年来 过得最强的一个演员 他那种对演技变化的追 是达到了狂热的地步 李嘉欣也很敬业 为了这 戏 他不惜剪掉脚趾甲 连洗了三遍脚 真的很不 意 周星驰和李嘉欣 在录顶记里有精彩的演出 翻摄自微博这部电影 算是王精的巅峰之作了 论是从笑料 还是更深的寓意上 都很有内容 最 虽然是魔改版 但周星驰的表现 也得到了金庸 野子的认可 尤其是他的那句 我对你的敬仰之 又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又如黄河泛滥一发儿 可收啊 至今广为传唱